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絲財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大絲 OK現在我們要進行的關卡是機械層之傳組件第五章 那第一話我們這次用我們的鷹隊好了 鷹隊 小結隊其實也可以吼 算算用鷹隊好了 然後大絲又擺出了卡還沒有去抽 因為大絲想等到加倍的時候再抽 不要浪費石頭 好陽光投射進房內 驚醒躺在床上的召喚師 召喚師睜開眼見到維珍妮雅助力大窗前 是他把窗簾拉開 對大絲是時候起床囉 周年輕點快要開始了 嗯不是下午才開始嗎 讓我多睡一會吧 不行還有許多事要準備 不許賴床 好吧 在維珍妮雅的催促下 召喚師只得起床 意識還在昏昏沉沉 任由維珍妮雅擺動 他把召喚師的金屬表面插得發亮 光可見人 幫召喚師整理好後 維珍妮雅跟人家摸手 聲音像加怒奧斯 不要我的羽毛 可憐童 OKOK 我這個版面好 這版面不錯不錯 因為加怒奧斯攻擊可以 呃第一回合攻擊可以一萬五千多 所以原本是要用八龍的後來想說算了必要了 用根性比較好打 呃 反對暴力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那弄 木珠 好 再來 暗珠 哇 空 空珠好了 空珠好了 大家應該都把這邊機械城都破完了吧 大師還沒破完 這次的 新關卡不知道會不會有 就是新的角色可以 可以從禮拜二 特定禮拜二去通關拿到角色卡 嗯 啊 沒轉到 沒轉到暗珠 OK OK 暗珠 然後 哇 一次一回合 水珠 看一下 那可以帶走了吧 沒有 我沒有沒有沒有弄到嗎 怎麼可能 不可喔不可以喔 難怪 這樣 該有龍哥 哎 耶,好,過了 嗯,原來挺舒服的喔 啊,早上弄完了,連皮都快被他擦掉了 他的戰鬥力實在太可怕了 對啊,我都這麼認為 你們在說什麼笑笑話啊,是在說我壞話嗎 呃,沒什麼,我們說你很厲害啊 才沒有,才沒什麼大不了的喔,都只是很簡單的事嘛 既然幫你們打扮好了,那我就去瞞自己的 訂閱大師,你還有事要找我嗎 昨天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昨天的話,難道我說了什麼是你的話嗎 他好像沒有印象,是我弄錯的嗎 呃,沒什麼 那待會在廣場見囉 裝飾和江洛奧斯與維珍妮亞倒比後 並且往廣場,那裡擠滿大堆人群 張望斯不知如何擠進去,正在苦暖之際 瞥見有人從暗處朝張望斯招手 喂,地獄大師,過來這裡 在暗戀器的帶領下,張望斯走上順利登上長台 坐到星魔的身旁,張望斯剛坐下沒多久就見到 就見到碑柱頂上鈴鐺晃動 從來紅亮的鈴聲,本來吵雜紛納的廣場 瞬間靜了下來,星魔站起來走上更高的台階上 又到我們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在這個折耳紀念的日子,我要再次感謝各位對我的支持 突然有兩名少年少女自卑柱上方躍下來 他們兩人人為機械晃 外露的手臂,見到屬於人類的肉身 他們衝向西魔的面前 兩人手指鋒利的短刀,渾身滿是沙里 你這違背生命的賤命,為了得到長生 已經充滿自己的靈魂,換去惡魔的身體 可我們是不會受你的擺佈 絕不會被機械化的 對,快剩下謝謝法,還給我們自由 OK 看一下 OK好,下一關 好,我們再來進行第五張第二畫 那這一關其實很簡單 隨便選一個隊伍就可以了 好,就這樣 我記得不用打啦 地方會自己損血 這,要阻止他們 張王師想站起來阻止少年少女 但還沒還沒動便被一隻手壓下 是西魔 他是高台走下來,撇開雙手 毫無防備地走進殺氣騰騰的少年少女 你,你想怎麼樣 快停下來 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可是西魔熬好的直熬的前行 少年被西魔的氣勢手下 慌忙地揮動短刀,換破西魔的衣服 那西魔是弱無睹,沒有停步走到少年面前 少年以為會被揍 於是舉起雙手抵擋 卻料不到 西魔盡早開手臂 將他環抱 西魔的動作帶著慈愛和包容 唉,我只靠陽門 我不會責怪你們 我知道你們所感受都不完 可是請你們了解 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深愛著你們 唉,是這樣嗎 不要胡說八道 那不過是你們大人自...自把自為吧 西魔說看少年,少年不知為何一年滿腦跪在地上 阿天竟然上...上前把少年帶走 西魔沒有理會 西魔沒有理會 從盡舉起刀明,向自己的少年握住他的手 不是啊 我...我們不想你受傷 才把最好的提供給你們 這難道不能證明我對你們的愛嗎 證明... 嗯...或許這樣都會所說般 西魔說看少年雙手 那少年有像吹了塊魂般呆在台上 最後有美姬帶走 西魔一年太難走回高台,繼續演講 但目擊一切的召喚師卻生起一種違和感 因為西魔摸到對方的時候 對方就馬上一個態度轉變 難道西魔真的是個... 是個... 陰謀者嗎 請放心,我不會驅走大家的不安 我會驅走大家的不安 今天有張望斯覺得不對勁 台下圍觀的市民卻一點異樣都沒有 情緒與開手一樣高漲 絲毫沒有為剛才適合動搖 召喚師只好壓一下內心的躁動 繼續觀察儀式的進行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年一度的成年儀式 我們很榮幸請地獄拉斯來問我們主持 西魔拉起召喚師上台 召喚師環視台下 陽潛興奮笑容的市民 他們都以好奇的野城審視召喚師 地獄拉斯以我們崭新的技術跟我們身體成功 甚至你頭部的機械化 這可是我們機械都市慢加低 前所未聞 我驚訝的同胞們 我們將得到新的進化 踏進新的里程 台下隨即響起熱烈的掌聲和恍乎 張望斯有點不知所措 這時新魔把銘槍交給張望斯 同時有十名少年少女被其父母帶上高台 橫向排在張望斯前面 少年少年滿臉最最不安 來 丟一大師 開始吧 可是他們都在顫抖 一定是因為即將成為大人而感到太興奮 沒問題 相信我 哇 新魔無視張望斯的由於不決 伸手握住張望斯直槍的右手 槍前舉起描向天空 張望斯在毫無防備下 因新魔的動作而扣向板機 好 下一畫 好 我們進行第三畫 我們用八龍隊好了 嗯 這樣一下 啊 我們用奇亞也可以 可是奇亞 嗯 奇亞換個隊我打 好 我們先動一下 用個奇亞好了 因為這一關會有人會讓我們中毒 所以 我們換個 換個 角色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我們帶九鋒網的龍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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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奇亞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自己要有一張 一張奇亞當隊長 不能是戰友 不然那個 防毒的效果不會出現 我上次測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亮亮的鳴槍聲 鳴槍聲 鳴槍聲 響起 觸立在少年少年身後的父母 舉起右手 原來他們都握住利潤 任間折射陽光 暈出彩虹色的光芒 他們要做什麼 難道是 快坐手 可是張望斯的呼喊已經太遲 刀刃紛紛落下 利潤劃破空氣和肉體的破音 少年少年的慘叫聲 混合台下興奮的歡呼 交織的讓人瘋狂的樂章 熔液的血腥味和脂肪融化的氣味 瞬間填滿了這空間 但這一切都不夠 眼前畫面震撼的召喚師 少年少女被斬的頭 失去自身的身體 無力裡 躺在血泊內 伊勢阿美王姐 請留在原地 李勢阿美王姐 楊阿美王現在廢物 花蛇又壞了啦 不要碰我的女兒 我覺得我是選錯隊啦 A到 好 這樣應該可以過吧 欸 蠻痛的捏 哇 我應該要重打了 沒有新豬 那要一致解決他 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 好 哇 哇 好 換隊 好 我們用巴龍隊 通關好了 呵呵 好 直接打一下就好了 我 我 不要 無力阻止這一切的召喚師 腿瀾跪倒地上 雙手扶住領孔 驚然無助 花亂中的感情交集 使召喚師難以承受 連呼吸都變得急速 這 為什麼會這樣 忽然有搭上召喚師的肩膀 召喚師回手 那臨時召喚師 那臨時召喚師 以溫柔的純身 安撫召喚師 地獄大師 不用緊張 然後一起欣賞奇蹟的誕生吧 在西莫的事意下 召喚師站起來 俯視下方 發現父母抱著兒女的頭顱 右手拿著一支填滿精液的針筒 他們把針結進頭顱的切口處 把那濃稠的精液灌進住兒女的頭顱去 精液撐進頭顱內閃耀出柔和光芒 然後神奇的金屬製切口長出來 像要修復那三口般 不斷成長 不消一刻竟長出一具機械的軀體來 爸爸 我已經機械化了嗎 對啊 我的兒子 你已經成為大人了 剛才被長頭的少年少女 全部都獲得機械的身體 重新梳醒過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我們機械化的儀式 也是我們創造出來的奇蹟 可是為什麼不打個 讓他們先睡著 或是更舒服一點的方式 一定要弄 這樣子還是要忍受那個痛苦 很可怕 好了 那我們第五章的劇情到這邊 到這邊結束 希望我的頻道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那 記得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就最終到 最新的消息囉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